Action! 大家好 歡迎來A家的3月號 那這一次呢 我們有一個重點的單元是在講 電影的預告片 到底什麼是預告片呢? 預告片就是Trailers 那Trailers are short videos that tell the world about a new movie 所謂的預告片呢 簡單來講就是 介紹給世界知道一部新電影的短片 那他有一些比較tricky的地方 他不能夠太長 不然的話觀眾就會覺得很無聊 也沒辦法透露太多的細節 不然大家看預告片就好 幹嘛還去看電影呢? 所以呢 這個時候預告片專家就會派上用場啦 預告片專家是要做什麼的呢? 他們會使用一些電影當中 應該說電影當中的橋段 也就是所謂的Tropes 來幫助觀眾去理解還有介紹一部新的電影 以下我們就介紹四種 就是常見會在預告片當中出現的橋段 那第一種呢 叫做 Narration 我們也把它稱作 Voice Over 叫做龐白 A deep voice that tells you or tell the audience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a film 他其實呢 就是一個會在預告片一開場的時候呢 低沉的聲音 然後告訴你說 這部電影是怎麼樣的一個背景 像是在李安的電影 臥虎藏龍裡面呢 他的開頭就是一句話簡單的 In a land of eternal beauty 在一個永遠美麗的土地上面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像這種用旁白來開場的影片 在現代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了 很多呢 都是直接在畫面上面出現字卡 來取代這種旁白的功能 那第二種的預告片橋段呢 則是 Wide establishing shots 所謂的廣泛場景鏡頭 什麼叫做廣泛場景鏡頭呢? The camera shows a scenic view of a certain place 一開始呢 預告片就會給你一個非常大的場景 然後告訴你說 這部電影會發生在這樣一個 有壯麗的景色 有很大格局的地方 所以就是給觀眾一個預告說 欸 你接下來就會看到很多漂亮的景色喔 OK 所以像這一類型的片段呢 就常常出現在 像是復仇者聯盟 這一系列的電影當中 那第三種的預告片橋段呢 則是叫做 Sound Design 音效的設計 那這一種音效設計呢 會是 repeating sounds that lets audience know that the movie will be exciting 通常這種音效設計呢 都是具有重複性 而且有固定的節拍 就是會出現在一開始的那個預告片 然後讓觀眾認為說 這會是一部非常緊湊 讓人感到很刺激的電影 比如說 像是在講 外星人入侵地球的 A Quiet Place 這一部電影裡面 它在預告片一開頭呢 就出現了很多這種 重複性的聲音 然後讓你覺得很緊張 那最後一種的橋段 第四種 叫做Bumpers 所謂的片頭 所謂的片頭 So what are bumpers? Bumpers just No they last just a few seconds and show the audience a quick joke or summary 那所謂的片頭呢 就是在 預告片的一開頭 差不多只有幾秒的時間 它會告訴你 一個簡單的笑話 或是影片裡面的笑料 或者是告訴你簡單的摘要 有點像是預告片當中的預告片 你懂嗎? 就是很多濃縮的情節 那給大家一個例子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部電影 The Magnificent Seven 所謂的絕地七騎士 那它在它的預告片的一開頭 差不多五秒左右呢 它直接把七騎士的聲音掃過了一遍 讓你知道說這部電影主要的主角 就是這棋尾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們第八課 這個電影遇到片裡面所使用到的橋段 在這邊介紹給大家知道 好啦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三月號的內容的話呢 請趕快放開我們的雜誌吧 我們下個月號見掰掰